前段时间录的视频 有一些朋友就在问 俄罗斯电器价格怎么样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 这电器行里面 今天的汇率是1比17 然后12000多卢固吸尘器 它的产地我们看一下是哪里 德国 德国产 德国原装的 然后法国牌子激发中国厂 32000多 32000多的话不到2000块钱 剃须刀的话17是300块钱 就是那个理发器 三星的产地 越南船 40,000卢固 然后 也是越南产 71000多 我们看一下洗衣机 这是俄罗斯 Indexy的本土产 这个牌子洗衣机质量还不错 背口也是俄罗斯产 俄罗斯这几年 真的是窝心尝胆 门声发带财 你看全是俄罗斯产 产地 这也是俄罗斯产 这Hot Point 也是俄罗斯 也是俄罗斯 这边的牌子 Hot Point 俄罗斯产 俄罗斯产 中国的牌子也是俄罗斯 像海尔 美迪 都有在俄罗斯 LG也是俄罗斯本土产的 海尔在俄罗斯有厂 然后美迪在俄罗斯也有厂 冰箱 冰箱 这应该是俄罗斯的一个牌子吧 产地 我看一下 这是俄罗斯产的 海尔冰箱 看一下它的产地 也是俄罗斯产这些的 也是俄罗斯产的 俄罗斯工厂的产的 这是意大利的 这个没有写 应该也是俄罗斯本土的 LG也是俄罗斯本土坏了 威尔普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 三星俄罗斯本土坏了 也是俄罗斯本土坏了 海尔LG LG爱沙尼亚 威尔普俄罗斯 威尔普俄罗斯 三星冰箱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 这是波兰产的 海尔冰箱也是俄罗斯产的 Hotpoint也是俄罗斯产 这写的有俄罗斯产 这也是 Indexit有俄罗斯产的 夏浦 夏浦是泰兰 泰国产的 这是中国产的 Indexit这个牌子还不错 这个牌子 我的冰箱已经用了 快二十年了 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没有被修过 这是夏浦 也是泰国产的 包括这个博士 现在也是俄罗斯产的了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125,999 那除以十七的话 这个价格还是不很贵的 威尔普冰箱 15年 质保 产地 意大利 这 LG 也是 Made in Russia 俄罗斯产 你可以看到海尔冰箱 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还是蛮高的 这些全部是海尔的 全部是海尔的 这也是海尔的 这都是海尔的 就是罗斯本土的这个 不知道什么牌子 双开门的冰箱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 2500 不到3000块钱人民币 非常便宜 比国内都便宜 咖啡机 斯洛文尼亚西门斯 这个也是斯洛文尼亚厂的 也是西门斯 这是意大利产的 这是意大利产的 但这个牌子就是 这个 罗马尼亚产的 这是罗马尼亚产的 也是罗马尼亚 这是法国的 在俄罗斯还是能够买到一些 欧洲原装的一些产品 斯洛文尼亚西门斯 博士是波兰产的 然后这个牌子也是不错的一个牌子 但是已经改成中国代工了 包括Defi也是中国代工了 飞利浦也是中国代工的 这个小的这个机器也是中国代工的 这个牌子这也是中国代工的 中国代工的 缺巢的这个 法国原装的 匈牙利 这就是马来西亚之中国铲 这也是中国铲 LG也是中国铲 中国铲 BBK 大家很熟悉 中国的 这也是中国的 中国的 美的 这是白俄罗斯的 格兰是中国 格兰是中国 白俄罗斯美的 海尔中国 中国 白俄罗斯 海尔在白俄罗斯也有厂了 所以就是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这几年 引进中国的 这个资金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 如果 欧美孤立俄罗斯 和白俄这两个国家 白俄罗斯 它的粮食产量也是不错的 吉利汽车在 白俄罗斯 有厂 而且 新款的那个 SUV 销量也还是不错的 电视机我们之前也说过 俄罗斯本土产的非常多 三星 这三星也是俄罗斯产了 苹果宣布推出俄罗斯市场之后 中国手机在 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猛增了 小米 微博 OPPO 华为就更不用说了 华为现在买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OPPO是18年 世界辈子赞助商之一 在俄罗斯也是很有名气的 小米 俄罗斯人对小米的认可度也比较多的 罗斯 罗斯 三星在俄罗斯 占有率已经是 逐渐的下降了 跟在国内的占有率是一样的 基本上大家都不太认三星了